台湾与日本今天即将签订投资协定 这是两国断交之后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项协议 未来两国人民往来可以享有国民待遇 也有助于日商来台投资挂牌 预计最快年底生效 那么详细的内容 我们接下来连线给记者陈乃鱼 有乃鱼为您报道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台日贸易投资协定呢 今天下午三点由日本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会长 和我国外交部亚冬关系协会会长代表签署 不过外界关心的台日天空协定传出受到大陆施压 因此被迫延后外交部也做出澄清 有一部分的那个就是条约 条纹里面的一些需要进一步的沟通跟协调 所以才就是说没有办法赶得上今天 事实上我们跟日本是没有邦交过 所以呢我们都一向是亚东关系协会跟消流协会出面 签arrangement 那现在为什么说大家一直去 过去呢所签的51个协定之面 我们日本都是叫做取决 他们是用日文 只有一个呢是就那个 呃产品的品质保障呢 那是民间去签的才叫agreement 这次的台日投资型协定呢 没有比照ECFA使用agreement 而是用arrangement也让外界质疑 是不是矮化了主权 不过经济部表示呢 台日向来都是以arrangement作为协议的名称 并非外界所传的自我矮化 事实上这次的协议除了签订 最会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之外呢 也深化了两边的这个自由化贸易 那预料将对我国的实化产业生物科技产业等产业呢 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换给ponet 好台日在今天终于签订了这项投资协定 那么将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实质斩获 好台日在终于签订了这项投资协定